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异象的传递 尼西米是一位代职的传道者 但是他看重神的工作 过于他自己的名分和前途 为了重建故国的圣城 保护圣殿中对上帝的敬拜 他宁肯冒死 在异族的统治者的面前 要求帮助 然而最大的难处 不是物质的缺乏 或是仇敌的搅扰 而是他本国子民 尤大人不肯参与重建的工程 于是他就负起教导 鼓舞传达异象的责任 任何一个目标要完成 必须透过清楚的异象的传递 传递异象的方法有好多种 第一就是用标志 因为标志很容易识别 也能挤发人的情感 好比红十字使人感到同情 纳粹的标志使人感到气愤 斧头粘刀使人感到压迫 国旗使人感到光荣 有些教会的建造 用一个棒球场来代表会有们四个程度灵性的增长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号 第二个传递异象的方法 就是口号 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 都是细于一个关键性的口号 例如法国革命的不自由慕尼斯 中国国民革命的打倒满洲了 德克萨斯独立战争的莫望阿拉默 这些都是很好的口号 我们传福音也应当有合适的口号 来强化教会建造的目标 第三 传递异象的方法 就是要见证 用故事来描述要完成的目标 主耶稣也常用简单的比喻 来帮助人了解他的意向 当一位弟兄描述他附近的一些朋友 如何饥渴慕意的来参加教会小组的查经 就引起许多基督徒对于传福音的负担 所以我们常常为主做见证 就能够彼此的比 教会的目标是整体性 如何使这个目标变成个人化 这是领袖的责任 如果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特权和责任 认定自己是这个属灵大家庭中的一员 我们就会共同的努力去完成建造教会的使命 尼西米多次的宣导神的旨意 分享自己蒙招的见证 清楚的交代目标 提出可行的计划 集合所有的资源 要求领导们牺牲的榜样 个人对自己的部分负责建造 也成功的瓦解敌人的阴魔 鼓舞丧失气力的百姓起来 结果只花了52天 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的建造起来 你也愿不愿意投身教会的圣功呢 愿神帮助我 谢谢